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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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大的工作 我一開始先恭喜 我們城市大學 這個校育真真日上 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 完美學 在全世界的 原體的程序 李宗盛 李宗盛 先講幾句好 那下面我們 各位報導的是 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女性的文化 王道理不選 我先講一下 我為什麼要做別的事情 我講個小故事 不久以前 我有一個美國的朋友 是一個美國人 有一個教授 他來跟我聊天 這談起來的時候 他剛從序利亞 對 序利亞大陸生 他一國講序利亞 再做 找到 那我就讓我想起來 這個 他曾經是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 古文明的國家 大家 想看 東西 他們的 這些古的東西 還有這些風景 什麼東西 非常好 他人物也很了不起 像那個小公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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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跟我年齡差不多的人 就不能記得 所以我幫他講 Torina Diana I'm so young Torina I'm so young 這個 這個歌詞 非常了不起 就是 現在是 反目常人 他最後跟我聊聊 他說 SYRIIA SYRIIA It's not a free country 然後我這樣結論 我當時 就是用很信任的方式跟他說 You must be kidding It's a free movement It's a free evolved country 誰想去炸他都可以去炸 美國人炸外國 以色列人去炸 以色列人去炸 俄羅斯人去炸 所以把它炸到現在 如果用永續發展這個指標來看的話 那時候我們沒有這個指標 但是你用聯合國永續發展觀點說 經濟是得很成長 社會正義 環境的保護 從這個三個方向去看的話 它一定是電影的 它有什麼經濟 它打成這個樣子 它還有什麼社會正義 它還有什麼環境 可是它變成這個樣子 何以置之 屬以置之 那真正造成這樣的 Range很高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這五下小的寫多了 我這五下小的寫多了 我這五下小的寫多了 很多那個帳沒有人去算 有些這個帳還是要去算一算 所以我就在想 我會也許 可以從一個王道的觀點來看 這樣的一個想法 任何一個想法 它一直停留在一個 這個論述的間鎖是沒有用的 你要讓它具有操作性 那可操作性的 第一步 效能變成一個主要性 有些 即使不是說是一個完全的量化 至少是半量化 一個Simon 方對方 那麼它就會有一點用 所以我先講這點小故事 這裡面有三個關鍵詞 一個是王道 一個是有趣發展 一個是指標 那麼王道是什麼呢 哎呀 我就翻譯不出來這個英文字 因為你要講英文是什麼 王道 因為英文要用好多字 好多話來講 講的反正就更不知所言 我就在想 假設有一天 大家西方人懂得這套東西 懂得王道的時候 它就多認識一個字 就叫王道 所以它的英文就是W-A-N-G-D-L-O 那麼它是一個中華文化的東西精髓 是有用的 那麼永續發展 其實在中國大陸上 可持續發展 我覺得這個翻譯比較對 Sustainable 它並不是永續發展 天上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永遠的 那什麼永遠 愛情也不是永遠的 什麼都不是永遠的 但是呢 可持續很重要 所以這個可持續發展 是聯合國21世紀最夯的 最重要的一個計劃 所以把這兩個事情 人都人都 有一個東西把它結合起來 把它correlate 把它對應起來 我就有這個幻想 一個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個 中國的政治哲學 一個是21世紀的時候 聯合國的一群學者們 非常具體的找出 21世紀的各個國家 它們應該發展 具體的 17的指標 這之前到底有沒有可 可操作性的聯繫 那就要用指標系統來試試看 這個計劃兩年前 剛好兩年前這個時候 聯合國也把他的 永續發展這個論述 變成一個比較具體的 17的指標 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工作 我們陳氏大學也有 有些 我們這邊有一些 研究工作 才是在提醒 我們就看一下 這幾百年來 人論歷史發展 我剛剛講到 這幾百年來 其實我們已經從 所謂是 全新式 就是從 地質的 年代的觀念來看 從全新式 全新式很長 有一萬多年 它從什麼 它從西式西式代 一直到現在 可是現在 也許很多人說 應該改為叫做 人類式 人類的活動 影響 人類的活動 影響成的 這個理解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個 但我們要回顧一下 從工業革命開始 18世紀的時候 人口11到現在 是七倍半的成長 二氧化成 從280區 接到400多的成長 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 其實人類的活動 它主宰改變這個地球 是很明顯的 可以看到 新世紀 這個是 Angelo Postini 這個 這個 人類式 所以說 現在我們看的 就是人類的活動 跟我們地球之間的關係 那麼大概十九世紀 剛剛講到 工業革命造成影響 我在十九世紀 其實我給它寫 我的觀察 它就是殖民 殖民異國主義的時代 那誰在殖民 誰在被殖民 就是兩種國家 殖民的人就是 英國和法國 德國 伊拉尼 葡萄牙 西班牙 比利時 他也是殖民異國 丹麥也是 利典 澳國也是 那時候是奧薰帝國 俄羅斯 挪威 德南 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 那時候是很大的 一個奧通曼帝國 亞洲會有 日人 北州有 被殖民 被殖民 是佩服 全球 亞洲 非洲 歐洲 南美 北美 中美 大洋裡面 所有人 連是各種牢羽 太陽大 連南西都是 最厲害的就是 一國 他曾經佔據地球的陸地 能感到這種事 所以他才會 入落 包包 相當 十六世紀就是一個神秘的時期 二十世紀呢 是一個戰國時期 國際戰爭的時期 請各位看 第一年 二十二 翻 You turn the pace of twenty century 第一年 去一九 一九零零年 八國聯軍 然後下面是什麼 日俄戰爭 義主戰爭 二戰爭 一戰 二戰 這兩個戰爭 等於是死亡幾千萬人 然後韓債越戰 中東的戰爭 波斯灣兩一 以阿 然後就南美 雖州 這些戰爭 在萬人以上的戰爭 有150次 死亡加在一起 超過一億 就接近一億 這個是 這個時代 他們比如說 英國有意識學校 他們比如說 二十世紀的世界 就像中國 像中國 這大國跟大國 小國聯 就是 打成一團 所以 二十世紀 才過完 肯定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戰爭的方式更複雜 更多元化 戰爭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貿易戰 大家現在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貿易戰的生存 然後 金融戰 派遣 各式各樣 人口報徵 耐用科學 耐用科學 環境破壞 全球都變成 這是我們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天然之越浩減 貧富差距越大 第四個 國際權力價格 多極 第五個問題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 trigger我們這個計畫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看到西方 現代治理的技術 陷入瓶頸 這是做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資本主義 所謂的 自由個人主義 所謂的 現實主義 這些東西 通通走進到一些瓶頸 如果不說它崩潰的話 至少是進回 未來科技帶來的東西 更是不可測 工業革命帶來的東西 我們剛剛看到的 未來像人工智慧跟基因工程 這些東西帶來的衝擊 不只是工業 不只是產業 經濟 不只是它衝擊到 我們人的文化 宗教 文理 這些部分 都還沒有看清楚 對貿易當中 這個就是 但是我們如果看不清楚 非常危險 我們先不講這個 就看到一個網路出來 四十年以前 我曾經在很多 非常談一個問題 就是談 Cyber ethics 就是 網站這個世界裡面的 倫理之中 你看看 這樣的一個科技出來 改變了人類所有的 生活跟做事情的方式 但是 這麼嚴重的問題之下 我們 沒有能力 唯一有的是什麼 是1890年通過的 Sherry Sherry Act 那叫什麼 就是 反托拉司法 根本完全應用不上 在這裡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問題 重重 但是 人工智慧 跟基金工作 只能造成 反托拉司法 所以我發現 第一世紀是很多 其他問題 很多的問題 使人要問一個 big question to ask 人對的文明到底 能不能被人 去發展下去 這是我們 開始的 事 其實 西方文明已經開始 在一起 哈佛大學 有一個group Michael Porter 他代理的group 他做了一個新的指標 叫做 Social Progress Index SPI 社會進步指標 這個社會進步指標 它其實是三塊 它一個是基本需求 第二是福利基礎 第三是機會 它其實已經比過去 樣樣事情都是用GDP來看 已經進步很多 那這裡他討論到一些 基本的需求 比如說是營養 醫療 居住 水 衛生 那些 他也是 福利的基礎 一個 對於基本的可惜性 你能不能夠 很容易地取得 基本的資訊 很容易地取得 呼吸資訊 你的健康和保健 環境品質 這是一個提升 那機會裡面最主要是 個人的權利 個人的自由選擇 開放和包容 超級教育的 所以這裡面完全是美国是 的 五個人是 我現在發揚的資訊 它有五十個指標 裡面個人自由 和個人的權利 佔了九十三 佔了二十 佔了二十 它不知道世界上 還有很多社會 很多文化 也就是大文 比如說 不見得比小文 又不重要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高人教育的分教性 它有兩個指標 非常有趣 第一個指標 你的國家裡面 有多少的 一流的大學 那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一個一流的大學都沒有 那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 你的高中畢業生裡面 有多少人 enroll到 一流大學裡面去 那很多國家 每一個都沒有 所以這個我就是很抱歉 我不管它是進步的 它只是看經濟成長 這一個指標來講 是好很多的 另外一個 耶魯大學做了一個 group 又有一個 group 他們做了 就是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環境的不孝順 這個時候 它可以考慮到經濟 它考慮到 最重要的是 法律面和管制面 法律面和管制面 這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好的國家 全是比較富有的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這些 他們的經濟 我個人來看 他們有兩個欠缺 那一個欠缺 那一個欠缺 不同發展程度 它有不同的優先順序 第二個是 不同的文化 它的價值觀上 會不一樣 這種同理性 所以這兩個東西 沒有的時候 你的這個 做成的指標 是一定會 沒有這麼偏常 就很多國家 沒辦法用到 你說 你從來這樣一個 那個下不倒極 讓美國來看的話 就是 好 OK 你拿到什麼 活塞皮克爾訊的話 它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 跟你完全不一樣 它肚子都還沒有 沒有 這時候 溫飽的問題 都還沒解決 所以我們同一個指標 去看 根據這個指標去做 國家發展計畫 因此我們在想 要回到連同我講的 這個 有句話題 這個是在 就是這個 挪威的前總 波蘭特 波蘭特 這位女士 他提出來 能夠滿足當代的需求 的時候 同時不要順其 後面 他們要滿足他需求的 能力 自由 換句話 就是說 在提升和創造 當代主子的時候 不能夠以降低 未來的主子作為代表 這是不可能的 這樣才能持續地做下去 不然你一代 把你全部入光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 一個想法 但認證具有三塊 一塊是 一塊是經濟的所長 一塊是社會的公益 還有一塊是團體能力 這三個交集的地方 就是想說很難 但是你偏移一邊的話 感覺會不會滿常見 他那是大概的想法 對 通告簡單的想法 有個說法 就是先這樣解釋 但是進步國家的經濟 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 這三十年來的話 其實做的相當 都是後面的進步 進展 但是在社會正義方面 就發散了很多 甚至還有退步的想法 為什麼 有人就提出來 我們沒有去考慮那個文化 應該有第四個支柱 對我個人看法 文化不是第四個支柱 文化是這三個支柱的基礎 應該三個基礎 就是經濟發展 社會正義 這個環境保護當中 都有文化 都有文化的基礎 這樣子 那麼 當你自己說過 是英國的大經濟哲學家 歷史 歷史 經濟歷史 他說 二十世紀的時候 三世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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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人類和文明 許多困境 叫做儒家思想 成大神佛法 都可以許多大神奇 那麼儒家思想 到底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他的文化 由敬而遠 由淚而外 從修身其家之國明天空 天下是一個人類的終極關懷 所以我們不是知道 從個人開始 不是做到國家為止 他做到還有一個天下 什麼叫天下 兩個人類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說 天下其實是天下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終極關懷 就跟現在來看 等到我們今天談到了 地球像一個 我們六個國家在 活在一個地球村 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的意義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最近大陸有幾個學家 寫天下的 有關的這個論文 其實在全世界 慢慢取得很多的 北大紀元教授寫的 開始做不怎樣 現在越來越多的 西方的學者 也在探討天下的 其實我還會忘記 在前面更退 更退一步 又進而言 又略而外 修身甜點還有我 誠意正心 就從根根底的做起 那麼 我們開始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說實在話 開的是幾次會 就像我們的地方 還會一樣 找完之後就變成了 因為 因為 不想怎麼做 因為好幾個教授已經準備退出了 我找了一群教授來 所以 後來我們想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那個王道士想不去考慮 這個孟子講的一大堆 他大概清楚了 但是 我們看他的所有人 不大清楚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把這個凝聚出來 最近凝聚出五樣東西 我們認為是跟現代 非常具有現代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 當然 人證 從孔子到孟子 就講這個人 這個 我們英文就是 把它翻譯進來 relivenance 人證之音 你看 這不是我來講的 這書上都有 這書上有 有故人人的知識 有故人人的證 所以這就是 脫尊求求的 第二是反法 那我跟楊子講 這個王道 解釋不清楚 我剛剛說過 我就用的最簡單的方法 你要賴皮 我說簡單的講 王道就是霸道人對面 因為西方人對王道不太 對霸道非常懂 所以他一聽就懂 所以我說這個 counter counter hegemon 所以這個就是霸 你看 孟子說 以利假人者霸 下面是一句 霸的地方 霸的地方 就是霸道變大 才能夠霸 所以你占德天 你占德天 你占德天下 要化好觀 以德行王 占人的法 就是王 王不太大 王不需要大 所以他還是認真 歸史文 文王數數 文以來 所以說 換句話 已經暗示什麼事情 霸道可以強 可以大 但是王道可以長 可以久 這個是企業上也是一樣的 你拿什麼企業 有些企業家 一下子就已經爆發起來了 但是他沒辦法搞好久 有一些他是汽水藏頭 他可以做什麼 他做完 他一定是一個 比較霸凌的 第三個作品 就是靈本 你看孟子講那麼多東西 其實很接 我們今天講是接地氣 他非常接地氣 他沒有講王道一先生 大道理 他說什麼 他七十歲 前面講的一句 其實他最後他結論 他七十歲的人 可以吃好穿好 老百姓 孤雞不寒 這個時候 就還是有王 就不可能 就有王 就小當中 就開始有王道 所以他基本上 他全部是民本 第四個是生生不息 孟子那個時候 他有懷抱不一樣 他裡面的漁網 不要做太膩 做大漁 那小漁可以落過去 你不要一直打樹 他說 你那個 橋上去砍木材 你按照實力去 什麼 什麼 季節去砍什麼樹 這個是有道理 沒辦法一次砍 所以 他說 你那樣的話 你結果就是 骨 鱼鱉 不是魚蝦 是魚鱉 是魚鱉 想在孟子時代 就告訴我 是鱉 所以 他說 魚鱉 鱉就錯了 你如果按照時間 就砍木材的話 因為木材就有磨 這樣可以讓老百姓 養生喪食 都沒有遺憾 養生喪食 都沒有遺憾 就是王道就開始 這些話 我講 是兩千年前 他就講 很厲害 環保觀念 而且非常接地氣 他都跟你講 很大 很大 最後一個 同理去 我是借孔子 這句話不是孔子 是極所為虞 私語 這是文語 你來講 這個句話 我為什麼覺得特別重要 因為 你要跟 你的東方智慧 其實就在這裡 這重點 西方人是極所為虞 必是虞 我覺得好的東西 你非接受 你不接受的話 我 我是去傳遣靠靈 為這個大戰 你 是不是這樣 西方的宗教人 就是要去傳教 就是 留教室的教 東方宗教人 雖然我 這個是 無邊無海 我只度 有緣人 你們有緣 我們要緣 這就是 東西上 很多不太一樣的 不過 你知道幾年前 在東南亞太國 開了一次宗教大會 各種全世界的主要領執 最後他們同樣的 票選 你寫了很多東西 會被 滑滑滑滑滑滑滑 票選第一名的輸入 其實我們也不是輸入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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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亂講 就是everything 最重要的 你把這五樣東西 放在一起 到底什麼 有了這五樣東西 以後 在開會的時候 哇 一天就通通集中 他說進度就出來 那些本來要跑掉的 叫做回來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以前搞回去做王道士 你怎麼去搞回去 啊 你憲法怎麼去做 是 就用這五個來搞 那其中呢 你看看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人認 一個是 人認 人認是從孔子開始講 人整個輪於君子來講 然後 幾種輪於是 認識孔子講 最棒的一句話 就孟子 所以我們就是從孔子開始出來 好 我們先做個排便組 把這兩個加在一起 跟他 跟他 出來 三個東西 孔領心跟人認 如果是反霸結合在一起 就是 存在一個東西 這個領域 叫做全球輪迅 孔領心 人認 如果跟明本放在一起的話 就變成一個包容化 inclusive 這個地方 孔領心跟人認 都加上 聲聲不息的話 就是 involent 環境軍事 這是 三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 都是現在 政治學宣傳非常好的東西 非常非常熱門的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 早就該有的 就是西方國家中不肯去談 大家都不談這個 國際平權 全頭就好了 要留意 所以他們 在西方的智能裡面 沒有這個智能 有這個智能 有這個智能 沒有這個智能 至少他們所有的 所有的指標裡面 沒有人去計算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算真度 是自己 就打到自己的人 那我就要算 所以你這個東西 所以你這個東西放進去 從這三樣東西裡 我們divouled出來 一些躲去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 論述的畫 轉化成一個可操縱的體系 三個發規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看 全球輪比 奧入發展 環境俊能 這三個項目 可不可以發展出一道 可以來我們兩 持續發展 能夠宏觀之一道 這是我們 很具體的想法 我們在幹什麼 You do a research You get a know what you doing 所以我們這時候覺得 OK 我們就上課 後面的進度比較快 剛好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兩年前 聯合國講的 將近三十年的 所謂的可思去發展 也是散戰 也是不停地在談論述 這兩年前的話 他們終於演出來了 十七個指標 這十七個指標 大概就是 no power 沒有去貧窮 去貧窮 零飢餓 健康福利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 乾淨的水和衛生 Clean energy Affordable 可以便宜的 乾淨的能源 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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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Eason World 這是就業 然後這個是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這個是去工藝 一個事情 重新的 城市 跟城市有關 城市的 募集發展 因為越來越多的人 做到城市的募集 所以城市的募集發展 也就是說 城市的募集發展 你整個國家 會不會有 然後這個是一個 有責任的 生產 跟有責任感的 消費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再猜猜 接下來 實際上 Climat 氣候別為行動 氣候別為行動 水下的生態 路上的生態 然後 和平 正義 還有一個 Strong的 實際均術 最後一個 有一點自入性的行銷 你有沒有加入 我不是很喜歡 有加入過下征 沒加入過後征 好 It's ok 它只十七分之一了 可以給它這個表現 那麼 我們剛才講 我們也是搞出十一個面相 所以這裡面第一個就是 外部的和平 你在國際上有沒有去發動戰爭 有沒有去採取很多國際的戰爭 你去打仗有沒有克服 就有克服 第二個 你有沒有到處去賣軍 你有沒有到處去 你有沒有到處去 是 延長的 你需要的這種過法 比如說 你有一千多元在 這是分基本的 現在擁有一千多元在裡面 十五兩 那幾百顆的 就有中國化 英國文學 然後再像幾十顆的 還有什麼伊蘭科的 像這類別還 就是分等的 扣分數不一樣 但你有原來的扣分 可是你做國際交流維合 維持國際國民更加的 與國際的援助 你把這個拿出來的話 有家有家 這樣子 這個部分 所有的全世界沒有一個 希望的值得去談這件事 就是這種很特色的原因 第二 包容的發展 人本的需求 社會平衡 這也有一個叫做社會和諧 因為東方的哲學裡面 有一種出入平的理由 它非常注重它的和諧 不是你個人在那邊 哇 我很厲害就好 每一個都是個人的理由 但是東方的文化裡面 除了個人的發展之外 也講究整個社會的和諧 這個東西也是一個比較有 王道思想的 社經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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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包容性的經濟體系當中 你裡面的每一個人 他天生 每一個人生而有些人權 一切生而有些社經權 社經富權 社經富權 你這個就不值得了 所以說 我會跟大家說 這每個受教員 第一個 生存權 你一個人生下來的 就死掉 這個比例太高 這個有句話 你一定會殺 你現在要變成一個 better person 你要access to education 有了這個以後 你做事情 你貢獻 你有你自己的財產 Poverty 應該被保護 你有不滿 你應該可以講出來 speech-free 就要不滿 這些東西 通通放在power power 然後你看看 環境治理 跟自然的威力 在威力是天生的有一套 威力 你又沒去做一些人為的東西 把它從破壞的 那環境的治理就毫無憂惡 environment 就毫無憂惡 大家都會 其實像EPI 就是在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加了一個東西 就是 consulting consulting 因為我在想 假如我們要 談勇去發展 你根本又不去談 per capital 每個人消耗多少東西的話 你根本是圓務求人 你一直在浪費 雖然你很富有 所以這個一定要 這個要把它堪回進去的 沒有一個環境的治療 它會不會通過環境去 它會通過環境去 它會通過環境去的 這非常顛覆 我跟各位講 我會想到 加拿大 澳大利亞 美國 環境好 都不好 去過空氣吸氣 誰裡面都有尊敏 都很好 可是他們一個人消耗的 沒有沒有 會嚇死 所以我想 甘地 印度的一個甘地 他到英國去 跟英文辯論的時候 他有聚名 他說 如果每一個印度人 要活得像英國人的話 我們需要幾個地球 因為 這個東西 不是說 今天 我們現在 在全球有些發展的觀念裡面 不是說 你可以 我能夠 我能夠 比如說加拿大 我用物財 用一千年用不完 所以我可以多浪費一點 不是 以後來發展 後代的人類 是一個整體 他們發展的 需要的東西 就有更多的 就這個帳要算進去 所以這個一算進去 以後 非常非常 編迫 非常 不出來那個 Ranking 在這個項目裡面 在這個 環境 你覺得有更多的項目裡面 我剛才講的 這個位置 後段 加拿大利亞 美國變了後段 第一 你們都想不到 是什麼 克羅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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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有機會 去克羅西亞 他們過了很節儉的生活 讓他們環境保護 漂亮的路 我在這裡 可以告訴你 我在這裡 以用的所有的數據 都不是我們做的 我們不是說 我們沒有人民做的 我們沒有什麼本事 去自己去管 不用全是公共的數據 要不然是聯合國的 要不然是世界銀行 我這邊唯一的就是 你可以去克羅西亞 難道 你都是這麼客觀嗎 不是 我主要支持 你為什麼選這六十四個指標 你為什麼不選另外六十四個指標 對不起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哲學 我們絕對 這六十四個指標 可以表達我們 另外一個 比如說 Michael Porter 他認為他的五十四個指標 他可以表達 一個國人的事情 所以 你如果說 我這個是擔憂 我們有力 你會有力 但是 其實第一 指標裡面的真正 產生他們的那些數據 全部是公開的 你都可以上去去查 或者電話 有些他們跟你查 你要付錢 我們可能去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 有了這些東西以後 我們最後呢 就是看到一個對接 從兩千年前的 這個 王道出發 十三個比例 十一個變相 就是四個指標 從有去發展 報告開始 他這十七個目標 他搞出一百一十一個指標 他說 最後我們看看 這個之間的 relation是什麼 這個我講過 這個 這個特別要多 所以 我把那個全部那些 這算是沒有意思 你自己上網去看 就知道了 我真的說明一下 我只做了七十四個文化 我沒有做一百公文文化 因為 we are very small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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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我們可以選了七十四個國家 這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們能力的出現 第二個 這七十四個國家的數據 比較 完整 有些數據不完整的話 你要去做 research 去猜 去 figure out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們怎麼去變成 人家的比人家有一百公子國家呢 我們就把他一百公子國家 那邊 這七十四個國家抽出來 重新排一次 來跟我們做分析 對 這也很公平 對不對 好 我先講 最理先的國家全是北歐國 瑞典 丹麥 摩維 芬蘭 一二三個 西歐的各個國家 更以同是 有瑞士 西歐的各個國家 他們也有建設 為什麼 你仔細看看 這些國家大部分是 社會主義的民主 然後很多是福利國 他們非常注重自己的環境 看起來 當前在全程當中 他們是比較接近 王道有去發展的模式 所以他們是在全程當中 不一定 你看到 社會主義的民主 從事實上走得更緊張 資本主義化會快 很快就是經濟成長 然後後面就毛病 擺命重生 更多會突出來 看來現在的美國 看來台灣 這是我比較熟悉的兩個地方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民主 帶來的問題 現在都要很清楚 我們在看一些 號稱是王道 我們看一些曾經受到的 羅雅文化影響 羅雅國家 他們哪些其實是中國 這些國家是哪些國家 中國 是日本 韓國 大家包括琉球 台灣 還有越南 這些國家 他們 其實講得 比想那一點 這是用筷子吃飯的國家 OK 用筷子吃飯 這個是非常正確 你看東南亞 其他國家 有人用手抓油彈 那些國家 他就是沒有受手做法 那些國家 I don't use 手大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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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確實是 意思就是這樣 用筷子 就是受到 碳 做法 這樣非常多問題 那這裡面 日本最主 其實這幾個 Ironic 就是非常這樣的 組織性 因為這些國家 這是排名的 大致反應 他們西化的早晚 越早西化才就越 越 那你不是講了半天 你要中華文化嗎 那你丟掉中華文化 越早 我們國家就越跑起來 這是第四章 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 這樣的錯誤 但是這個是有時間性 一段時間 你去 有抱 有抱這個資本主義 傳接暴力 我會跑很快 然後慢慢進入去 現在不管是 我們開胖 都進入去 進入到 發展一個程度 以後的一個 一個外 一個進入 歐洲的一些東歐流 他們去 我們叫Post-communist 後部 他們的發展 他們在這個 我們的指標當中 表現非常亮 包括像 Sorhanea 第十名 進到前十年 剛才講的 Korecia的環保 成為第一名 所以你看到 這個大指數 在二十名 很厲害 像埃撒利亞 一地方晚 捷克 Sorha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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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有幸 代表台灣兩次去參加 哈威爾總統的論壇 前面有一個 文學長總統 叫哈威爾 他的論壇 我這兩次去都發現 他們在論壇裡面 有一個特別的 設計 討論什麼 這個設計的標題 就是說 Is Is Catholic Democrity Still Amoiduco 資本主義的民族 是不是我們還要走路 因為他們何去何從 在一個點上面 剛剛丟掉共產主義 那下去去哪裡 是不是去有報資本主義 他們有報了一小段時間 而且不對 那回過頭來看 他的社會主義裡面 當時留下一些何好的東西 天外丟掉 社會主義全部都是壞的 所以他就重新來 在找回自己 定位說 他這幾天的發展確實不錯 我這次很簡單 很簡單的觀察 真正的話 是需要深入學的 我們有教授在做這件事情 在研究這件事情 為什麼透過國家表現這麼好 好像特別符合我 對於歐盟對他們幫助成的東西 影響到的多大 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他加入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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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強制改變我自己的事情 把那些事情對他依然回答 這些都要放在聯繫去做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不是今天主題 也因為我在業 所以我都會加入 那些譬如說 最差的國家 像伊朗 巴基斯坦 像奉加拉 伊术 香 伊术 伊朕 奧琪、愛吉亞、這個、超美妙 二位是地緣正直的 Curse 是他的那种定价一致之一 就像训练 我刚刚提到训练 我看过一个video 讲的都不好了 最后一个video 打出就是 未然是不容易 离书是多 放多了 可是这个 大概是十五学天 没有人会放多 那现在就一趟 那其他的居住全是有 产实力或是产 就是这些伪扬 所以他就是政治上面 地缘政治上面他被割取 第二就是批附罪 怀逼其罪 就是支援 针对支援 还有他自己的种族矛盾 他根本不是一个矛盾 他里面就是很多种族 很多种族 你把这个美国人很好 就把这个国家的属于 獨裁干掉 就全部都成了 这比以前更糟 你比如说 你写非洲文化 在伊拉克上 这个有很多问题 但是这一块就很糟 还不糟 你讲这两个超强 我记得讲一下 超强就是美国跟中国 我们的教授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脆落的超强 FERGIN 出口法罗 因为美国只台35名 台湾365名 大陆开始 美国在国际上是罢了 今年在自己内部 有很大的不平等 两个计划 中国在国际上 请我们到 现在是国内的计划 所以它有很多问题 要发的多数多 比起一个成绩 去维稳 这个也很难一直搞 所以我有一天是北极金发大学演讲 我最后就修一个原创 我说相对而已 不是绝对的 美国跟我们有差别 每一个在国际上 你讲话 投了一种 一个是在国际上 非常好 在国际上 这个事情 都很缺乏 你有这种情形化 你都很难一直这样查去 一定要去做不同的调整 就是讲理研究 我最后就说 我们这些教授们 忍不住还是要做一点研究 不然他不好小paper 所以他们就要做点研究 我会把这个研究的结果 稍微报道一下 当然很简单 我这就简单在讲 你看这三个领域 全球伦理 包容发展 和环境均衡之间 它是做一些correlation 你就发现 环境均衡之间 它是一个很孤僻的影响 它跟全球伦理的观点 不是地管理 它跟包容发展 也是地管理 但是这个领域 全球伦理跟二半点 却是比较高 现在是很高 这个原因 其实啊 跟我们加入 对 环境才加入consulting 加入消费者 所以 所以 结果呢 有很多富强的经济体 它资源丰富 但它反而不环境 它变成了 扣断 但是有一些新的经济体 反而 这个前段的反应 像correlation 这个应该是第一名 这样子讲环境的话 它全部 总数字的 21 阿伦比亚、巴西 这些都环境很好 这个应该是第一名 后段的关系 以色列 56 加拿大 美国58年 俄罗斯六十八年 澳洲是74 Pretty Black 我都没有想到它 那么差 可是 这个做出来 真的就是 它 consulting 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个consulting 还有就是 你generate 因为你这样从商中 你generate 很多CO2 简单是非常多 所以 就是F28 第二个correlation 他们就去看看 俄罗斯一股做了一个 狂道的 successability evex 的排名 俄罗斯一股做了一个 successful development go 对 就是 永续发展 目标指标 所以 就是这两个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指标 拿来做一个correlation 你会发现 这个correlation的 系数 达到0.9 这个衰章 往下的一跳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一个观念 这个是说 一面是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 一个东方的政治哲学 另外一个是21世纪的 非常progmality 你的目标 你这些国家 以这些为目标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有0.9的correlation 这是不是很神奇的 但事实上 这是它的一个趋势 各别国家之间 差跌还是很大 像这里面 这里面 这个 伊朗差达20 乌克兰差达20 叫澳大利亚长的生长 所以 个别的差跌还是很大 因为我们一部是七十 但是整个这个大 就是correlation 是 是 所以 这个 这是第一个 我跟任务讲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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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越符合王道里面的发展国事 越能够持续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事 我们如果跟联合国之间的correlation 这么好的 是表示越符合王道的事情 越能够持续 也就是表示 WDSI 确实能够高度反映联合国的西向 目标 它的位置 好 这个就有意思 跟我们很大的同意 大家有兴趣 比起个大国 那么 美中俄 俄罗斯 这三个国家 他们在联合国的指标 跟我们的指标之间 还没比较 你看在这个 美国 他2016年22年 2017年35年 35年 35年 这个是联合国 在我们这里是35年 所以是comparable 俄罗斯的 跟他们有什么 在中国 40年 40年 46年 我们是52年 中国是52年 52年 59年 41年 你看到一个趋势 我们跟NESI 来讲的 假设有普通的话 是他们越来越靠近 这几年 从16年到18年 越来越靠近 在中国的话 已经41名 我当时在想 我们这样做的结果 会不会太偏中国 这个情况 别的国家 别的指标 你知道中国是几年 90几年 比蒙古什么都还要猜 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可是我看到 联合国做的 跟我们一样 有点提起了 这什么原因 可以分析一下吗 我们这里面去掉了一些 过度的讲究个人自由 比如对这些什么 LGBC 这种真意性的东西 但是 我们家的一些 很重要 我个人认为 机会重要 就像扶贫 你知道多少 这个穷人变成贫穷 线以下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指导很重要 所以这些放进去 我当然会影响 不过 显然 连俄国的17个指导 他们都在结果 几乎跟我们一样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 有一个指标跟 我们里面的包容性发展 非常 内容非常接近 有一部分内容非常接近 就是我刚刚讲的 社会进步指标 社会进步指标 我们把社会进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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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里面的 包容发展的指标 来讲 其实也是一样 美国跟俄罗斯 非常OK 只有中国 中国在西方的指标当中的话 中国在西方的指标当中的话 被推定特别差 特别差 那么 如果跟WDSIP的话 都差天差地 这个代表 在环境均能当中加入人均消费 相关的指标 对于富国有很大的变述性 非常地奠重 因为差三十分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一定有 就等到大家的批评 现在怕的大家论老师批评 所以 这个我们会规再改 但一的指标系统 大概主要 发表两三次以后 就办成我们地下 但是 我记得跟各位报告 他的意义在里面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有中华文化在里面 不需要 其他全是西方的 如果我讲得更精确一点 全是没有问题 是他们做的 这是唯一的一个 也是第一个 做得不好 要干净 但是这个主要 他确实 展现了一件事情 他展现了 我先讲讲这些什么 他展现了 他具有 普世价值 的 普世 两个普世 一个世界的世界 一个适合的世界 一个适合的世界 应该有普世价值 然后还有一个普世性 它证明 所以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在这里面 我会最后报告一件事 在我们做这个证明 讨论的最激烈的是什么 是教授的说 前二十里一个 里面有十二个国家 直逼人家 那直逼人家的国家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你的自由 做出来东西以后 占你的事情 然后他得到的这个底细一定很足 然后急需做有趣 發展 所以这个意思 那被执名的国家呢 在下一张 后段班的二十个国家 十九个是被执名 那这个账到底要去算 后来我们可以算 开了恩赐会国 就是不会算 你如果把这个账 算进去的话 比如说现在日本很高 对不对 东亚国这边是很高 你如果把日本的 这个殖民时代的这些事情 算进去的话 它不能那么高 所以我们就问是什么 第一个你不知道 要追溯到什么时候 你到最后追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百年 这一から无神远 还是说你追溯了以后 这笔杖赚进去了 是不是以后每一年都要赚一次 让他变成永续罪恶 这也不是公平 有人说 应该记节 Liverpool这段时间都没有再犯了 哈 这段时间都没有再犯了 你就出座表你捡到云了 这说麻烦 最后大家绝对 我们 acțiom 大赛 畢竟這是一個未來的指標 那個老丈就算了 那有的人是不高興 有人說這個人殺出弱人都不算了 所以最後結論是這樣 還有人不高興 跟我講話 但後來我們還是帶我去的 還是這樣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那邊有人在談 這小國比較厲害 小國比較厲害 大家能記得 說過制服以來 就說 那也是木子叫做 小國寡民 他就容易做到 修至於國齊德彈峰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Semi-Log 取這個Log 這邊就是打這個DSR Semi-Log有個class 就發現 真的是人口 這樣一個人口 越多的國家 它打定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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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理解 這國壓太大了 是治理 這這麼簡單的一個路逑 做研究的人 你把化膠出來 現在差不多了 你也知道 化膠出來的話 你覺得傷心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領域 可以繼續做的領域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王道的領域具有股市價值 第二個王道永續指標 具有股市適合的領域 它的實際創作領域 WDS是全球發展的共同國家 他們追求永續發展 為他們提供一個另類的指標 不要通通是西方的一樣 你那個西方的指標 你今天就說摩山莉爾 我朋友特別喜歡摩山莉爾 是口順的 我去用他做例子看的 他要發展他的國家 從哈佛大學的那個 Index 他直接聽都會了 各位 指標不論告訴你怎麼去做 指標像一面鏡子 指標像一個作標 他讓你去曉得 看到自己的可思性在哪裏 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自己的 看到你每一個指標 哪些地方是你的長處 哪些地方是你的短處 是不是 對於一個國家跟一個企業 他的決策者來說的話 他是具有這樣子的一個可思性 他做了一個反省的基礎 這個作用 他不能告訴你怎麼去做 那個作用 你要用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智慧 去找出一個反省 我希望所有的國家 他們在這種參考的這些資料以後 這些作用以後 找出最適合他自己的文化底蘊 這樣子的走向我們去看我們的途徑 這是你的希望 做你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回合 我覺得既然很可能對 我來自臺灣 大家對臺灣很有興趣 那臺灣大家看的話 可能就輪比他 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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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暴露漢文做理所 31 做最常的環境區 因為是臺灣的環境 不是臺灣收穫 怎麼會那麼差 大家注意到臺灣的環境 但是臺灣對於資源的浪費 過度開發 對山空地的破壞 這些東西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它的procapital 臺灣人均的產生二氧化碳 人均消耗的水能量 在世界都是墊墊的 這最後一組 我們臺灣人不太知道 外面人也不知道 誰 cares 為什麼臺灣一年的降雨量 不是用公分來算 是用公尺來算 最後一件事 為什麼我這七四國 沒有香港 我還拍手 不是用公尺來算 我們就有一個 第一個 數據 香港的數據 都跟大陸的數據 在一起 你怎麼去把它分出來 這件事情 非我們這個小小的 有能力做到 除非現在就是 大陸 北京新華大陸 跟我們合作 我們就有新華 或者北京大陸 我們要把它分成 原始資料 我們查不到 所以說一國兩制 那香港的資料 全部融在裡面 所以沒有 但是呢 我聽說 因為我是帶來的 我是學化學 我是一個自然科學的人 我們那個工具裡面 是社會科學 他們跟我講說 還是有辦法 有些是用什麼推斷 有些用什麼算 他們有什麼辦法 有保護護士 那他可以把東西搞出來 是這樣 是這樣 可以啊 OK 越轉 OK 這可以吧 也可以 也會可以 所以他們現在是 別人怕了 下一次給你們報告 就第一把線索 好 好 好 我還想講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特別引趣的國家 你一直都沒有提到 新加坡 新加坡 有 我們第一次做出來的時候 沒有它 就後來我們努力去調調資料 新加坡有 新加坡的表現卡不錯 大概可能跟日本差不多 在亞洲方面也算不錯 但它裡面有的不好 像是環境啊 有些不少 現在會有 你去查了我的資料 各位 你要想看細節的話 通在網站上 那網站這裡 那麼第一階段 我覺得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產品做出來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可以發展的 現在一個不是這麼好 但可以變成更好一個產品 那麼第二階段的根本呢 是要推廣這個產品 你們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很多很好的產品推廣過來 所以第二階段推廣 像我今天在演講 是推廣一小部分 我們現在大概年底的時候 希望跟 在台灣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要去對全世界指點江山 這個事情 你是誰啊 所以現在大概不太理解 但是如果說 我們跟人家說 我們可以掛透 就不一樣 那我到北京計畫大學 他有一個 這個 持續發展的研究院 他有一個國際學院 那個院長跟我們 要談 今年的十一月 可能要在北京做一個 中華文化對於 伊特納西馬嘎夫文史 國際治理 一個 另外一個 三個 那麼 那麼 我們這個會是當中的一個 重要的題目 透過這樣出來 把中國 就可以 因為他那個中心啊 那個 清華安大學的中心 就直接 就是 就是那個 聯合國 那個勇軍發展的 那個群組裡面的 在亞洲 就是他們家 所以 我記得 其實大學也跟他們有關係 其實這樣就變得很好 所以我現在持續他一個講 下次的話 千萬大學就講 再再去連同我講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還只有希望 就是 我是一個 不可救援的 樂觀主持人 所以 這樣 現在有人覺得 還可以 至少 未來 還可以打掌得更好 這樣 第二步 我們 嘗嘗 所以 所以 今天很感謝 有這個機會 跟各位 也很感謝 我們在座各位 這麼枯燥的經驗 他各位睡覺 在這裏 跟各位做EU 謝謝你們 謝謝